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还来跟大家聊巴基斯坦 前两天我把巴基斯坦的经济数据发到微头条上了 可以看出巴基斯坦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是已经可以实锤了 那么有人说了我就想知道破产以后会有什么影响 那今天我们就设想巴基斯坦如果破产了 会对巴基斯坦有哪些影响 任何国家破产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受雇于国家的人 没有薪水没有福利 但有很多承诺会尽快解决的问题 空头支票会比较多嘛 那医院呢尤其是政府医院的患者将感受到各种困难 缺乏药物和设备 意味着无法进行包括手术在内的治疗 很快呢商店就会出现通架子 补不上货呀 这就是烧乱开始的时候了 人们会尝试尽可能多的囤积东西 这也是麻烦开始的时候 绝望会让你表现出 我们甚至不认为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人类行为那些特征 你若回头看看 那种歇斯底里咆哮的人会是我吗 你在其他时候可能都不相信那个是你自己 那人在绝望的情况下做的事情是很不理智的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狗急还跳墙呢 那你试想在巴基斯坦这种地方会是什么情形呢 工厂将开始越来越多的闲置 一旦原材料全部耗尽完 发电厂将开始对其生产分配进行配给 什么意思呢 电分给必须要用的部门 由于巴基斯坦是核国家 因此生产的电力将首先优先用于民用和军用核设施 那你会看到核材料在储存的时候需要保持在零度以下 否则它会过热 然后会怎么样呢 你们自己去猜 从这一点上来看 整个世界尤其是印度人都会出现严重的偏头痛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那如果军队中的某些流氓分子决定用这些核武器中的任何一个与恐怖组织进行交易的话 换金换换这个钱的话 或者有价值的东西的话 那么巴基斯坦将有一个下落不明的核武器案例在世界各地漂浮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流向什么地方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巴基斯坦还必须面对大量人口向西部边境外流的问题 西部边境那边是什么地方啊 来 我说了那么多期的巴基斯坦地区视频了 一定会有人猜得到了 那是各种恐怖组织聚集的地方 你想破产以后的巴基斯坦 社会是不是会出现很多暴力情况 至于我们在那里的投资啊 也会跟着遭殃 所以啊 我们一直在以各种援助 巴基斯坦还不上土耳其沙特的外在了 我们也一直在帮助这个国家 嗯 其实不稳定因素还是蛮多的 一旦巴基斯坦经济出现问题的话 对我们的安全 对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那种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有那什么的 烧火棍的 所以我们还是祈祷他平平安安的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在此感谢大家的收看及关注 我们下期见拜拜